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家的《军公开物》 听到《军公开物》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又和陈博士经计 我们讲到第一个是关于现在NASA那边 做了一个好处的实验 距离地球非常远的距离就用一个雷射光速 那个讯息射了一个很远的一千万米的距离 地球月亮是40倍的距离 然后再传输那个讯息回来 然后做一个接收 整件事是前所未见的 最重要是收回 所以整件事是证据到一些实际的用途 还有将来对太空的发展 其实是一个一小步的发展 但是将来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启示出现 所以特地今天和陈博士一起谈一下 这个影响是什么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 我们在今集又和大家讨论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给like 还有可以免费订阅 包括军火器言和科学新知 我们两个频道 好 那我们和陈博士聊一下 陈博士你好 是啊 Larry 你好 大家好 陈博士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 NASA这个实验它本身 第一它整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还有你觉得测试它背后呢 它想去研究一些什么技术的进步呢 还有你现在觉得应用上有什么突破呢 嗯 那我们逐样慢慢讲 这个事情呢 刚才Larry也有介绍了 美国太空总署 它做了一个前所未做过这么远的一个 的传讯测试 那你想一下 以往的太空任务做那些资讯传讯呢 嗯 我们听过最远的 那就是可能是说已经飞到去太阳 是边缘的那些航行者的卫星 那我们今时今日呢 都还勉强接收到它给过来的信号 那它是一些已经是 1970年代已经是射了上去太空的人造卫星了 那但是因为呢 那个通讯的技术呢 当时还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 就是无线电波传讯 那它给回来的那些资料呢 就传得很慢了 还有那个讯号很弱了 那有人就会想了 如果我未来是有些任务 是要是其他太空任务啊 就是射人造卫星 你说去看木星的卫星也好 去看火星也好 尤其是未来很有兴趣就是 我们再派多些东西去火星呢 甚至乎会想会不会派人呢 那另外就是如果 未来都真的会想的 真的会派人去在月亮上建基地呢 那对于那个通讯的要求 的质量就会高了 那如果我们不是用无线电波通讯 那我们怎样可以令到 那个通讯质量再提升一些呢 那首先 用无线电波通讯呢 无线电波那个波长呢 算是在整个光谱来说呢 算是能量低和波长比较长的了 已经是 但是呢 它在那个大气里面的穿透能力比较好呢 所以我们平时用那些地面上的无线电通讯呢 都是用着 现在我们看到波长以 以厘米甚至乎以米计的 这些这样的无线电的波段 来去做通讯 但是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印象学过 你那个传讯呢 本身那个讯号 帮你去附带资讯那个讯号 如果本身上面的频率都不高的时候呢 它能够帮你带到信息的量呢 都是不够高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能够用一些比较高频率的讯号 来去做传讯呢 你上面能够带到的信息就会高一点的 那一个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例子呢 比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用那些什么 4G、5G的电话通讯呢 你会发觉就是 未来还有人讲的 是什么6G那些 它就是说呢 越来越来越用一些 那个频率比较高 波长比较短的一些的 无线电的讯号 从而令到它在一秒里面 能够带到的信息量更加高 那现在NASA 他这次在这个项目呢 就想到就是说呢 不如用到红外光 红外光如果你将它和我们 看到一般那些通讯的无线电波 那个频率和波长来做比较呢 是差了20万倍计的 就是说那个资讯传输量呢 是大有提升的空间 而且它还会比起我们现在 地面上用那些这样的5G 甚至乎6G的通讯呢 那个资讯传输量还可以再高一点呢 同时呢 在我们的技术上呢 要产生这个红外线 就是不难 而且如果你做太空传讯 最好用到激光 因为那个激光的强度够高 而且我们能够产生红外线激光 已经是很拿手的了 就是讲着呢 以前大家去听音乐啊 看电影啊 用那些CD啊 VCD啊 甚至LD呢 上面用那些激光呢 没有蓝光技术之前呢 就是用红外线激光 去讀那个讯号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利用红外线的激光 来做通讯这件事情呢 就是今次这个NASA 它想做的一件事情 好处就是说呢 它那个资讯传输量可以高 它那个初级目标就是 希望做到什么呢 就是可以帮助到建立未来 在火星里面 如果我们收到些什么的照片 和拍到什么的片 怎样可以呢 就是很漂亮的片 解像到很高的片 资讯量很大的一堆东西 都可以很快地传回地球呢 那就要用到这些这样的红外线激光传输技术 那其实就是他们这次整个project的目的 那如果大家上去太空总署的网站找呢 就他们那个任务 简称就叫DSOC 那就是Deep Space Optical Communication DSOC 这几个的英文字头 组成的一个简称的这个任务 就很精彩的 那它做到一件事破了纪录就是什么呢 虽然它的卫星不是说去到太阳系的边缘 但是它都去了一个距离呢 就是比起地球和月亮的距离 多了40倍的距离 有一个人造卫星 摆到是去到那么远 它的距离是 比起月亮和地球的距离 还要多40倍 那就是说呢 你由地面写一个讯号去到那里呢 需要的时间呢 就比起要去到月亮呢 再要多40倍的时间 那这里大家可以计一条很简单的数 就是呢 地球和月亮的距离呢 大约是30多万公里 光呢 每秒钟就走30万公里 那这里Larry要你计一下数了 光就一秒走30万公里 但是地球和月亮的距离 就是比起30万公里更多 就是38万公里左右 那就是说呢 地球的光线去到月亮 就是任何电磁波信路去到月亮 就一定是多过一秒了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那么一点几秒 可能1.3秒左右 你这样去1.2 1.3 那然后呢 这个现在那个卫星的距离 比起这个地球的月亮的距离 再多40倍 那你做一条乘数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由地球发送一个信号 去到这个卫星 大约的时间要是多少呢 如果1.2 48 x 2 96 1.3 就在说一百零多 那所以大概 可能90多至百多秒左右 那你40啦 就是40倍嘛 你乘回1.2 1.3 就是 就是最后50秒左右了 但是一个来回呢 就一百秒了 是不是 那就是 今次他写了一个信号 他的信号就是由那个JPL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这个就是 美国太空总署的 这个很重要的 通常 他开发一些火箭的很重要的 以及去研究这个火箭发射的实验室 JPL 他今次呢 就搞这个任务呢 今次就不是射火箭 就是射一个 红外线激光的信号 就由地面射上 射了上去 人造卫星 由个人造卫星 就射回一个 这个红外线激光的信号 那这个红外线激光 就是说呢 你由地面 把这个信号放上去 那个卫星本身 就要是经历了一个 那么长的距离 都能够接收到你的信号 然后 人造卫星 懂得把这个信号 射回来 那这个信号 又是经历了另外的 那个50秒 这样下来的话 即是 激光 经历了那么长的距离 它一定是变得很弱的了 原本你就算很集中也好 都变得很发散 然后那个能量就散开了很多 在地面那里呢 他们就去回那个 加州理工学院本身的 一个天文观察的望远镜那里 他那里就放了一堆接收器 就由那里的接收器 去接收回这堆 那么遥远下来的激光信号 那他就成功 就是比对回 就是我发射上去 和我最后收回来的东西 那个资讯是完整的 那么就成功做了一次 一来一回 这么遥距的资讯传说 用的媒介 就是说这个红外线激光 那么在这里 其实一直说的时候 就是可能 大家都听到 好像是一个太空的任务 但是我不知道在这里 会不会都引发到大家想象 就是说 一种这么遥距 这么精准的激光信号传说 其实对于在整个这个 对于传书要求的那个灵敏度 和那个精确度是很高很高的 就是我经常觉得这些太空的东西 你最后你怎么都会找到多多少少东西 是有利于一些地面上 可能是军事上的东西 那一点都不奇怪的 那这里就可以有 可能Larry 你又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看看又觉得是怎么一回事 哇 因为就这样听 都觉得好 这件事是 不是纯军事的角度去做 就是你说 我们说美国国防部 在澳门大厦 就开了一笔资金 就给了 例如Loki Martin 给了雷神 然后去发展一件事 就不是那一只 那一只 那一是一些 NASA 那些太空上的东西 然后再 如果研发到 可能军方就要问他拿 然后到时再辰转 再给一些军工去搞 但是我就这样听 我会觉得是 就是你有没有信心 把它变成Laser 很集中的那些 就没有去到这个 Weapon Grade这个问题 那其实那个问题就是说 刚才陈博士说的 就是Laser 一定是牵涉到 能量的divergence 的问题 一定有能量消失的问题 那就是那个 探测器的灵敏度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那其实这一样呢 是不是都是 很多那些基地 就是他们去收那些讯号呢 那其实有很多时候 都会有问题的 那就是 那些偏远啊 地区啊 那些收讯号 尤其是Radio Wave 其实也都提到天气了 某程度上 那本来对一些 例如说 一些军事基地 本身是偏远地区 那其实本身是重要的 不过呢 正正是因为 以往的天气的问题 可能就 变成了 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探测到东西 那样东西 被荒废 那可能接下来 就在一些比较 天气恶劣的地方 都建立到一些观测站 有建立到很多的 detect 就是detect到一些东西 那我想到一个位置就是 例如说 我们经常说那些 导弹防御系统 那导弹防御系统 那导弹防御系统 其实它都要接收很多 就是来自天的讯号 那这样 那可能如果天气卫星 它找到的时候 那你地面 就会看到多些 这种的观测站 它又收得及灵敏 那你用Laser 它又会收得到 那这个距离 也不可能去到 刚才说的那么远 那可能对一些武器防御 会有 就是进攻性 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 但是如果从通讯上 就是让那些地方知道 喂 有东西来的 附近 然后就量好距离 速度等等的东西 那可能对防御 尤其是导弹防御那些 可能会有些帮助的 那我都会朝向这个方向想的 因为那个相似点在哪呢 这种太空级别的资讯传输 它要求那个准成度和灵敏度 都是要很高的 首先就是你的激光 要射得到 去那个这么遥远 这么小的 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也都懂得把信号 瞄回到地球 这样去接收 那当然啦 就是在太空上面经历了这么长距离 整个激光就发到很散了 就是原本可以 一个一毫子银这么小的直径的激光 去到一个月亮的距离 都不要说去到人造卫星 去到月亮上面可能已经发散到 已经是变成了百多二百米的光点了 再去到40倍那么远的时候 你基本上乘回去数 整个激光的信号就已经发到很散 就变得很弱 那个好处就是 它发到很散 就算照得不太正 你都会照到它 可惜的就是它已经发得这么散 就是那个信号变得很弱 是不是 无论你射过去那程 或者回来那程 你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地球上还有一股 就是你经历过大气的干扰是有的 就是那个无线电波 受到那个大气的干扰 相对已经可以是少一点 但是你红外光 有时候你都要看看哪个波段 它可以是相对比较受到那个大气的干扰 那不单止是静止的大气 如果上面还有很多云 很多的天气现象的时候 那个干扰就会更加大 在一个这么大的干扰讯号 这么微弱的时候 你怎样能够去变得到那个信号 来分析里面的东西 其实就要求那个灵敏度 和那个分析能力要很高 所以我在这里这次看到就是说 这次NASA去搞这个计划 它不是只是写一些东西上去拿回来 那么简单 而是它其实不容易去表现到它那种 去接收极微弱 和受到干扰的那个信号的能力 那个干扰主要是来自大自然 那个太空空间和那个大气那里 但是它都有能力将这么微弱的信号去收取 那么在这里又要多说一些 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那么它是凭什么去收取 就是这么微弱的信号呢? 那么其实在那个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就是那个美国太空总署这个实验室 它都有介绍到它用的那个仪器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四四方方 一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上面有一个单元 是上面需要用到一些超导体 来去做一些的电线 那么在上面呢 它有一个接收的位置就是呢 你有一粒光 这个正正式式就是在那个 物理学量子力学里面 讲的那种一个光量子的概念 就算你只有一粒光纸 打到这个接收器上面呢 都已经足够产生到一个信号 是给这个仪器去量度 就是说这个仪器是灵敏到一个地步呢 是可以连一粒光纸都可以量度的 就是你没有得再少 再少就是没有了 但是如果有就是最少的一粒呢 它都能够拿到一个信号 所以在那个 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个 天文望远镜上面 摆这个接收器上面 就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接收器 就是一堆在那裡 那你的激光是一束很微弱的 射回来的时候 你看看什么时候 大家都量度到同一种的信号 那就是说呢 有信号到了 那这个接收器上面呢 刚才说的 有超度体在那裡 有超度体在那裡 你想它表现正常运作 又表现到一个超度体现象出来 来帮你去做这个光纸接收呢 你就是需要不停地 通一些液态氮去冷却住它 就使它可以表现出一个 超度体现象的状态 那这个单一光量纸的接收器呢 才能够正常运作的 所以这次你会看到 只是在说 就是平时你激光接收 可能很简单的 你猜其实你家里 会不会有些激光接收器呢 其实是有的 你家里用的那个光纤寬频 如果你又用到光纤的话 其实那个光纤的传书 一去到你那个盒子那裡 就把你的光的信号接收了 就把它变成你的电 就是在电路上的信号 就是在你那一部 入到你家里的那些软件 和电路上 那平时用那些这样的 就是家里用那些这样的 把光的信号 转回电的信号 这些这样的Modem 这些调频 调解器和接收器 这些东西 就不需要用超度体的 因为它每次给到光的信号够强 但是这次你看到 如果真的要做到一个极灵敏的 这个激光信号探测 它是将那些光 都不是当激光 是当平时那些任何很微弱的光 就用到这些 专系度光亮子 这些接收器 来去接收器 那要用到一个 就是这么灵敏度 这么高的一个情况 才能够做到这个接收 好 你会看到最后出来的结果 现在就做得到 如果你说 这个卫星距离地球 是40倍这个月亮 和地球距离那么远的话 火星和地球距离就更远 那当然以太空任何的角度来说 它这次就是 取得一个成功之后 它就会再尝试 如果未来我再去 把东西放软一点 可能真的放到那些东西在火星 我射了去火星那里 再回来 那就是会不会依然可以 依然可以给我们的面度 可以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 未来火星探索任务里面 做一些高频率的资讯传输 我们就会最直接的结果就是 在火星上面 那个机器正在开Live 开高清 我们地球上面一样可以看得到 但是就很难做即时的了 因为由火星射回来的讯号 又是需要 以分钟时间去计算的 因为距离太长 光都需要走 几分钟的时间才回到来 所以就变成了 就是他 虽然在那里做直播 但是你最后都是隔了一段时间 才能收到 一定是有个 完全物理学上 避不到的timelapse 在背后 那我自己总结一下 由这个计划那里 你就看到 那种去排除干扰 去精确接收很微弱的激光信号 那个能力 可以说在这次这个任务里面 是展现到最劲的一个记录的了 因为在地球上面 其他的任务 如果说是激光传输任务 不要说其他无线电波 激光传输任务 是可以去到这么远都能够回来接收 其他国家是没有做过的 很多其他国家想做激光传输通讯 是用在那个 比如军事通讯级别的 全部它们的人造卫星都是放在地球附近的 那因为你军事用起上来就是 我当然是有个资讯 放在太空上 但是太空又不要那么远 于是乎我不用等那么久 于是乎我可以避开地面上的干扰 来在那个太空上面做传输做监测 所以在那些由人在大气层以外 人造卫星和人造卫星之间 做这些激光资讯传输 多于一个国家已经实现过做过的了 但是如果说到灵敏度再提升 这次你会看到美国它会表现出来的灵敏度 就应该就是它最高了 嗯 所以就相信NASA这个实验 突然是陆续有来的 我相信有很多的Dimension 它们会继续去改善 包括灵敏度的提升 那我就非常期待它那个Laser Beam 它究竟可不可以再做到再密些 也都可以令到它本身的密度提高 或者是它的能量再集中 那当然我们经常都说 是不是真的可以搞到有些像weapon grade的东西 但当然这个不是NASA他们所要考虑的 所以考虑都是太空之中的那个传输 甚至像陈博你平时说的 其实就算做呢 做太空武器也比做地球武器更好 嗯 是 那即是未来的太空也是一个战场来的了 这里又补充一点 就是你说如果呢 有什么可以再连结到未来的军事应用呢 其实有些事情我们提过的 就是你连结一些 跟那些量子的东西有关 你用到一些物理学上的 一些量子力学的原理 就是将这些这样的资讯去加密来做传输 而且很多时候在太空上面加密做传输 可以比较不受干扰的呢 都是在激光那里做的 那大家不要忘记啊 就是中国都其中在 嘗試将这些这样的量子东西 摆上太空那里去发送这些信号呢 都是走到很前的 那就是一个很 都已经是抢第一的一个这样的地步来的了 那如果这些这样的加密传输 结合到现在今天这种激光传信的灵敏度呢 那最后你会发觉就是 就是不要说到军事的东西了 你只是通讯东西那里 你已经是 就是已经是讲的 另外一个世代的技术来的了 这些东西就是 那所以你说这一个 就是听起来 普通的太空任务 激光的资讯传输 令到可以 火星映下来的高清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很有效地传输下来 那你可以说是一种基建来的 但是 如果说任何军事用途的东西 何尚又不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基建做起 你再加多一点点进去就变成 可以在一个斗争上去应用的东西呢? 是的 所以我们都继续看 就是NASA这边 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 那它的军事应用 都不用我们操心了 美国政府一定会想方法的了 就是投资了钱下去 肯定是民用、军用两边一起去的 两条腿走的了 这是必定的 那我们会再看 就是看那个NASA上面 就是那个发展会怎样做 那美国也扔了很多钱进去做的 那我们会继续看那个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 谢谢任何军事 今天我们在其他的节目 和军公开幕其他的节目 那我们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